台積電青年祖夢計畫 來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自己原本的想法 慢慢地接近實際呈現的感覺 滿感動的 因為就是你會去認識到其他夥伴 意識到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都在為了不同目標而奮鬥 同時給我們自己充電 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人在這個過程中 學習到很多 然後更進激過我們的東西 未來我們可以為自己做 有關切的社會來盡一點責任的話 那這個社會也會越來越好 我們有個夢想就是想要讓 就是大家能夠體驗海棠的美麗 我也想與父親在同樣的領域 但是以不同的方式 照顧到的小朋友會籃球盡點心理 我們其實從2019年就一直想要 就只有一個口號就是讓台灣成為超高齡遊樂園 我們的七星東天就是想要 簡化學習的門檻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踏入這個動序 然後以及反正設計的領域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讓我們的這個演講技能可以有所提升 也可以去延伸所有團隊的細節部分 我覺得蠻讚的 最主要感受到 在所謂的脈絡上 以及邏輯上 其實是有一套方法可以去建立的 其實每一次的跌倒跟試驗 也都可以讓它很有利益 去提供協助跟幫助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 從0到1的過程吧 就是把自己的計畫書 然後把自己的理念實踐 然後寫出來讓更多人看見 然後到現在我們戰勝舞台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 看到我們青年世代 他們願意去觀察自己周遭 然後去用一個利他的角度 思考我們所遇到的問題跟挑戰 同時去想說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這是一個令人非常振奮的事情 讓我們感覺到未來充滿了希望 竹夢計畫有一個強大的資源 在固執著團隊前進 大家就會有一個目標可以追尋 當一個團隊有目標可以追尋的時候 就可以誕生出很多不一樣的後話 我們希望能夠把創意 以及堅持這兩個重要的元素 帶進這個竹夢計畫裡面 讓年輕朋友把創意勇敢地講出來 透過基金會的協助 幫助他們能夠落實 對於他們未來人生的發展 社會的參與 我想這都是很好的 歷練學習的機會 看到這些年輕團隊的決心 還有他們的實踐力 其實我是滿感動 而且很開心能有緣 在這個竹夢的平台跟大家相見 期許大家能保持這個初心 勇敢地往自己的理想外進 希望我們在台積電文教基金 我們能夠有更大的這個使命 來幫助他們看 讓每一個大學生 參加台積電視青年竹夢的同學 都有更大的能力地發揮 這一年恆復之後 我覺得很謝謝自己 很努力的家庭的範疇 你要永續續愛 永續續愛這個世界 看你所在於的人 看你在於的人 謝謝老師 對自己